同学们好 我们开始上课 那么前面呢 我们讲了Io系统里面的两个关键的技术 一个是Io的控制方式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Io的缓冲 那么今天的话 我们会来看一下Io子系统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Io系统的目的 我们说前面我们讲的中断也罢 DMA也罢 或者是缓冲也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目的就是要提高什么 设备的利用率 也就是说尽量使得CPU和Io设备之间的 这个并行的工作程度来得到提高 那么这是Io系统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提高设备的利用率 那么除此之外呢 Io系统还有另外一个目标 就是为用户来提供方便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接口或者是界面 那么方便指的是什么 说用户能够独立于具体设备的复杂物理特性之外 而方便的来使用这个设备 而统一呢 是说对于不同的设备 我们尽量能够使用统一的操作方式 比如说各种字符设备用一种Io操作方式 而块设备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 这种操作方式把它来进行这样一个统一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两个目标其实跟我们之前在讲 测作系统的两大目标是什么是一致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Io系统要实现我们这两个目标 我们怎么来做呢 或者说我们Io系统要提供什么样的功能呢 我们首先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我们是不是应该提供相应的用户接口 那么这个接口有命令的接口 也有编程的接口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用户要方便使用这么多的物理的设备 我们是不是Io子系统要实现设备的分配和回收 那么因为我们说所有的设备的使用都是要先申请 然后再使用 那我们除了分配设备之外 我们还要分配什么相应的设备控制器 那么当多个用户对进程进行访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要考虑对这个设备的并发访问 那么出现错误的时候 我们还要进行什么相应的 差错控制 另外的话我们说为了提高这个设备的利用率 资源的利用率 我们说我们还是不是要用到缓冲和调度 来提高这个Io访问的这样一些效率 那么这么多功能 我们如何来把它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呢 那我们说我们也要对它进行这样的一种组织 那我们也是跟文件系统一样 我们的Io软件也是采用分层的这种方式 我们主要分成了四个层 那么第一层的话就是也是用户空间的这样的一些Io软件 那么第二层的话是与设备无关的这样一些Io软件 那么第三层的话是我们的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最后一层是中断处理程序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四层的这样一个工作的过程 我们说当用户发起了一个Io请求 我们之前说所有的Io操作都是什么特权指令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要通过陷入到操作系统 那么通常是通过一些Io的系统调用 来为这个用户来完成相关的这样一些工作 那当我们发起了这样一个系统调用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为这个用户分配相应的设备 那我们对这个设备进行管理的时候 我们可能还要对设备命名才能去找到它 然后我们还可能要对设备进行分配 我们分配了设备以后 我们可能还要分配什么设备的控制器 那当这些所需的资源都分配好了以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驱动这个设备 然后进行相应的这样一些处理 那么如何来驱动呢 我们说是通过这个设备驱动程序 它通过来检查设备的执行的状态 包括设置相应的这个控制 或者是状态的继存器 我们来进行相应的Io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能够控制Io硬件来执行相应的操作 那么当硬件的工作执行完以后 怎么办呢 我们说是不是通常我们会处发一个中断 那么是中断会处理程序 那么它就会去唤醒相应的设备驱动程序 然后进行相应的这个中断处理 那么中断处理完以后就返回到用户的进程 那么就是这块Io完成以后 返程的这样一个回答 那么这是一个Io操作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过程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具体的这样一个操作系统中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o子系统所在的这样一个层 那么下面的话 这部分的话是我们的硬件 我们看到有系统中有各种各样的硬件 那么每一个硬件都对应着它自己的设备控制器 那我们看看这两部分是我们的硬件 那么在之上的话就是我们的软件了 那刚才我们说到谁来驱动这个设备控制器去工作呢 我们说是我们的什么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每一个设备控制器都有它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 所以大家会看到我们的设备驱动程序实际上是什么 是一个软件是一个进程 然后每一个设备有自己的设备驱动程序 那么在之上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Io的子系统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什么设备的命名 设备的分配 设备的管理等等这样的一些操作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说的这四层里面的第一层 那么第一层的话是用户空间的这样一个Io软件 那么通常我们说大部分的Io 实际上是包含在操作系统内核里面的 但是我们说有一小部分Io它是跟用户程序相连 在一起的这样一个酷过程来构成的 那所以这一部分它实际上是在操作系统内核之外的 比方说有一些Io的系统调用 它通常是有一些酷函数来实现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都对文件进行过读写 比方说C程序里面的这个write或者是read 那么它显然这个操作应该是Io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我们说Io的系统调用 它会把设备的行为分装在一个通用的一个类里面 那刚才我们说要为用户要提供一个什么方便统一的接口 所以通常来说我们说操作系统它可能会对不同的设备提供 而不同的接口对一类设备 那比方说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我们会把设备分为两类 一类是什么跨设备那么一类是字符设备 那么对这两个不同的设备我们可能会提供不一样的这个接口 那比方说跨设备我们刚才对文件或者对刺盘的访问 我们就可以什么读写或者是寻纸 那么对于字符设备我们可能用到的是get和put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我们今天这一讲就讲到这